你敢相信吗 这是在最新版Windows 1124H2上 通过无线方式访问安卓手机的根目录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无论手机是否在身边 随时都可以访问 而且具有文件访问的所有权限 接下来就来演示如何实现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点击锦线Microsoft应用 选择开发人员频道 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 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 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为了便于大家观看 先将Windows 11主题更换为默认 再来确认一下当前的版本号 Windows 11 to 4H2 接下来演示如何连接 点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蓝牙和其他设备 点击移动设备 点击允许此电脑 访问你的移动设备后边的滑快开关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 Windows 11上的操作基本完成 现在更新安卓手机上的连接至 Windows 点击进入连接至 Windows应用详情界面 点击加入Beta版计划 稍等一分钟左右 当您看到您已成为Beta版测试人员 点击更新 将连接至Windows更新至最新版 请确认您的版本号是否是视频中显示的版本 或者更高 打开手机上的连接至Windows 点击在你的电脑上 使用二维码登录 扫描Windows上的二维码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验证码 找出您的参加 发生好 冒入屏幕上显示的 有空期的 的话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允许所有权限 Windows上点击继续 左侧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移动设备下方 点击授予权限 现在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就可以在Windows 11中任意管理Android手机中的所有文件 如果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